小二老师你做自媒体是怎么挣钱的呢 小同学你做的号挣钱吗 看你天天发视频还发的挺欢的 这是线上和现实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挣啊当然挣不挣我忙啥呢 一般是上半年挣个锤子 下半年挣个毛线 我是华小二 今天咱们就一本正经的来分享一下 我做自媒体号的这个要饭之道 其中风味七个板块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流量费 第二个是广告收益 第三呢是和社群成员一起耗羊毛的白名单 第四个呢是挣认知差的钱 第五个呢就是卖艺还卖身 第六个呢就是让你反感的课程 最后一个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随机收入了 你观看我的视频我就有收益 你知道吗 呀不能让华小二占这个便宜了 我赶紧把你视频刷掉 晚了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的收益已经拿到了 所以呀你就上了随船了 咱们就一起漂流吧 产生收益的第一块就是流量费了 绝大部分这个非带货主播 主要就是考的这个收益了 每个平台啊 它或多或少的会给一些流量费 就比如抖音了 我的视频相对是较长的 所以可以加入它的中视频的一个计划 加入这个计划的好处 就是我在抖音的视频播放也会有收益的 这就要求你的视频呢是横版的 数版的是无法加入这个计划 除了这个自然的流量费之外 你一定要参加这个平台的活动 类似这个正经的知识增加了 AIGC一步之遥 每一个活动都有一个奖金池 活动的最后是根据播放量来瓜分这个奖金池 我记得有一次平常不太格局的这个百度啊 一次活动还给我分了2000多块钱的奖励呢 所以你要发布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绑定一个活动 实在没有活动可绑定了 你可以绑定一个当月的打卡计划 这也是一个活动 还有就是网友的这个打赏了 像西瓜视频的赞赏 B站的充电都是收益 但是啊 这就要求你的视频质量要高了 第二个就是一个靠谱的UP主 科普了一个不靠谱的行业 也正是因为这点呢 我赢得了金主爸爸的喜爱 很多人听到这个NFT数字藏品 元宇周 人工智能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是不是个割韭菜的项目啊 哎 对着行业存在质疑 质疑那就对了 你不质疑我还没有生意呢 我呢这个全网的粉丝加起来 也是一个百万的一个粉丝博主了 但呀 咱们不是那种能说到两嘴白沫 满嘴跑火车啊 然后抄袭别人脚本的那种 大部分呢 都是我个人实践的正经的指示 哎 你就比如我的视频可以发到人民日报 甚至呢 有些视频呢 成为了百度百科的一个词条 特别是及时性的话题啊 比如百科啦 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会找我来定制视频 所以啊 从这个层面看 哎 我还算是一个靠谱的UP主 所以呢 这副生意就来了嘛 靠谱的画小二就成为优势了 就能做这种付费的广告视频了 金主爸妈的一方面看中了我的流量 另一方面呢 其实看中了我的规范性 标准性正统性 此处省略一万字 第三个就是带领社区重员 冲冲冲的白名单和小范围的打野了 这个操作呢 或多或少 有些行业壁垒 听不懂的小伙伴啊 你就等于听了一个乐 听了一个幻觉而已 有些平台啊 或者项目方啊 他为了推广这个项目 会给一些这种社群一些白名单啊 毕竟我也是有两个付费群 和四五十个公开群 加上我的行业影响力 所以靠谱的项目啊 都会给我一些白名单 听不明白 你还坚持听到了现在 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白名单是什么意思 白名单其实相对于黑名单而言的 就是对一个项目 优先或者优惠购买的资格 拿到这个资格的小伙伴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原地变现 就是直接转手 白名单的资格来挣钱 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因为你在VIP的群里报名了 所以你就有了机会了 所以可以原地变现 其次呢 使用这个白名单的资格去购买 然后择机再去出手 就比如前几天的像素熊猫 这个项目是20优买的 高的时候呢 达到了140优 看个人的选择是出 还是长期持有 都是可以的 但是白名单 它是有这种 共识决定的市场行为 所以使用资格购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包赚的 其次呢 就是打野了 一定要有一定的心理的承受能力 不会因为这个挣钱美滋滋 赔钱买卖批的小伙伴一起打野 相对于普通人的打野呢 我出去打野的成功率高那么一丢丢 起码我知道项目方舍谁 也就是打个水漂 还有个响 起码让我喷几句 如果以上内容啊 你听不太懂 但是听到挣钱的时候 就两眼蹭蹭的猫光 就要去冲冲冲 我奉劝你一定要淡定 没人带一定渗入 现在就是老司机 也不一定能跟得上车 你进去啊 就是一个被连根拔起的韭菜了 第四个呢 就是挣认知差的钱 你就比如元宇宙这个行业 听起来很心很虚 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做业务呢 他找不到落脚点 我呢 花里火烧的理论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绝对屁股干活的实战派 大大小小的元宇宙项目 咱也吭吱吱吱干了好几个 于是呢 不少这个单位和机构找到我 来做顾问或者咨询的这种服务 这不正合我意吗 咱一脑袋的思路 缺的就是落地的场景输出 从项目的规划设计 落地实施市场几个方面 一同搞 立项之后呢 并且给他对接到对应的资源 毕竟我的VIP群里 有很多小伙伴 是各个锤里行业的小能手 能够多快好省的承接业务 这不就形成一个正循环了吗 所以就会越来越多的单位 来找我做一下顾问的工作 你就比如2022年 口罩特严重的时候 我还全国四处乱餐呢 一年呢 还享受了七次这种隔离待遇 就这个视频呢 我还在这个太湖边路的呢 第五呢 就是卖身了 打破我多年这个卖艺不卖身的左右名了 这里的卖身呢 其实就是个平台签约 调得很 突然有段时间啊 自己和B站同时找我来签约 哎 我纠结了很长时间 但是最终我还选择了B站 签约之后的好处呢 就是你每个月有这种固定收入了啊 因为保密协议的原因啊 咱也不能说的具体的数字 其实就是一个打工人的这种工资水平 但是签约的B端呢 就是你的条条框框太多了 就比如签约了 你就接不了小红书的约稿了 视频发布的及时性也成问题了 也影响了金珠爸爸给咱的拍单 太耽误收成了 后来啊 就是这个友好协调之后 我就减约了 也成为了一个自由身 当然了 这个输入也会相对减少了 正所谓痛病快乐的 爽病忧愁的 第六个就是麦克麦克麦克了 可能很多人比较反感我这个推销课程了 但是我觉得做课程 与自己与用户都有好处 哎 你可能会说了 你这个杯装着有点大了吗 那这么讲吧 话小二两个微信号 有几万个好友 还有各个平台这种留言 你要一一回复呢 反正我是没有做到 关键是陈姐做不到啊 所以呢 回答问题 大部分会集中于付费的VIP群众 哎 这是于自己 那于用户有啥好处呢 对用户呢 也是这样 公开群众呢 很难找到对应的资源 购买课程呢 它是一个筛选用户的一个过程 购买课程呢 无非是有两类用户 一个呢 是工作或者爱好的需要来去学习的 第二个呢 就是在新的行业中寻觅新的机会 哎 这就需要资源整合了 你就比如有资金的要找项目 有项目的要找团队 有团队的要找落地能力的 能落地的 是因为学习了我的课程 哎 那这些呢 在VIP群众都有 就比如上次在深圳搞了一次粉丝 见面会就促成了好几个项目 其次呢 对我更大的好处呢 是勉励我更勤奋 更务实的输出知识 你想想 2021年的NFT 2022年的元宇宙 2023年的AI人工智能 一年一个破圈的大事件 每次就在刷新着人们的认知 自己从接触到了解 到能够做知识的输出 需要付出满大的精力 对应的 我在2021年出了NFT 从入门到不放弃 2022年出了产业元宇宙的课程 2023年 同时出了AHC 从入门到入魔的工具片 到人人必修的A人工智能课 还有NFT从入门到不放弃的第二季 三门课程 那是相当的辛苦 虽然做课程啊 不能够大富大贵 但是相对经济收益和社交圈的收益来讲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所以我要坚持做客 你反感也没办法 我每天要挣猪脚饭的 哎最后啊 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其他收入了 你就比如去大学讲课了 去论坛发言了 起事业单位的闭门分享会了 平台的空头了 转发个文章之类的 或多或少啊 他们都会给些吃马费辛苦钱 细水长流吗 但凡条件允许的 我一般都不会拒绝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和钱过不去呢 可能你又会去问了 哎小二 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带货主播呢 讲道理 目前这个行业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它的知识迭代速度太快了 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 其实知道我的视频 其实输出的知识和内容 相对是比较滞后的 虽然有的时候 你还听不懂我在讲啥 正是因为如此啊 我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去学习去输出 这才是我真正的一个使命 直播带货呢 有可能成为我的一个负担 比麦克还重的一个负担 但是这个并不排除我去做直播啊 我是花小二 这就是我这几年做这个自媒体的生存心得 感谢你 听我叙叙叨叨说了这么多 再次感谢